泰国国家旅游局清迈办事处23号表示 清迈的旅游旺季即将到来 预计高峰期入境游客将超过20万人 日均旅游收入不会低于2亿泰铢 在11月3号至5号期间 清迈的收入将突破8亿株 而在5号至7号期间 根据政府的统计 北部的酒店预定率已达90% 泰国国家旅游局清迈办事处负责人表示 雨季末期和冬季前期是清迈的旅游旺季 这时清迈的旅游活动也将越来越多 但最重要的还是水灯节活动 今年的水灯节活动将于11月1号到7号举办 值得注意的是 现在的活动并不固定在清迈府中特定的区域 还扩展到了其他县 据了解虽然水灯节持续一周时间 但活动最多的时间段为后三天 期间将有许多泰国本地及外国游客 大批量的入境清迈 从统计数据来看 中国游客明显增多 但总体而言 欧美国家的游客还是占大部分 而清迈北部酒店在5号到7号的预定率已达90% 一些酒店更是满房状态 据悉旅游既来临 许多航空公司增加了航班次数 特别是在节日期间 航班和包机都有明显的增加 除了航空旅客外 还有一些旅客选择通过乘车 自驾等方式入境 泰国国家旅游局清迈办事处表示 将于10月26号召开Check-in Chiang Mai会议 为即将到来的旅游记做好全面部署工作